驾驶会飞的汽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就在今日有荷兰公司就成功的研发出了一款路空两用汽车 车身是由碳纤维 钛铝等材料打造的 重680千克搭载了两台发动机 在路面行驶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三路摩托车 时速可以达到161公里 而当起飞的时候呢 它又俨然变身直升机 推动力呢是由顶部和后部的螺旋桨提供的 时速可以达到177公里 当然了 想要驾驶这辆车 还需要您考一个飞行驾照呢